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总七大团体 工业总会 商业总会的七大工商团体 他们要求什么 要求说如果架不砍掉 如果不是一粒一修的话 他们就不要让所谓的基本公司挑战 这个是吃饭在整个社会进行威胁的 民进党政府看不懂吗 是非得逼到劳工以肉身伤搏吗 今天劳工会进行确实抗议 是已经最后一个手段了 我们真的要问民进党摸摸自己良心 劳工是你的敌人吗 台湾劳工是民进党的敌人吗 7月17号 民进党全党会外面 我们希望 我们要求 我呼吁民进党出来 来说明说他们到底七天假的态度是什么 到底一粒一修 到底要不要变成两粒 民进党完全不予理会 层层紧密包围下面 去保护他们 我们要问的是 民进党政府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民进党劳工的话 到底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 而今天踩着人民的血泪上去的民进党 今天是要对劳工过河拆桥吗 今天民进党的行政院 才上台两个月 他们对七天假的事情审查了多久 他们挥集了各方的观点多久 我跟大家报告 他们只用了三天 劳动部提案 三天后 行政院院会就通过 过程没有任何的共庆会 没有任何劳房团体参与 我们只看到 行政院院长林全 他们的高官 跟我们的工商团体晚宴 跟他们吃早餐 跟他们密会 劳工的假日 劳工的权益 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吃掉了 民进党砍价 民进党砍价 工人决食 工人决食 劳工要123天假 劳工要123天假 我们今天的这黄世代 象征的是 我们用我们的身体 去拼出来台湾劳工 休息的时间 休息的权利 我们也同时悼念过去 因为过劳 而牺牲了所有劳工群众 每一个新闻都象征的是 台湾劳工的权益被漠视 被践踏 我们在左手边第一位 是桃园市 桃园机场 修护工厂工会 的干部 刘慧中 大家可以知道 之前华航怎么去对待 修护工厂的 他还是被解剖的 其中之一的代表 第二位 是我们新竹县产业总工会 的秘书会务人员 范玉梅 今年20的公众 是全台湾 各地的产总 各地的工会 各地的工人主持 一起出来进行抗争的 第三位 是中国石油 石油六分会的干部 廖家宏 他是桃团总 下面会员工会 第二位的干部代表 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 如果一粒一休 砍掉集成架 是所有工人权益的话 凭什么 今天为什么 今天基层工会出来抗争 第四位 是我们环保局工会 的干部 蓝志明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 在各样的非典工事的状态下面 所有的基层工人 都是牺牲受害者 第五位 是我们 工服员职业工会的会务人员 黄敬文 大家可以看到 工服员 透过自己罢工 才获得了123天价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民进党政府现在全面执政 到底为什么不透过制度性的改革 去保障所有劳工有123天的价 来 第六位 是我们的青年学生代表 他是成功大学 零二社的社员 陈中兴 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 在工作过程当中 不断的有青年的加入 原因就是 民进党所谓的青年战策 所谓要讨好青年这块 但事实上 完全忽视他们未来劳动权益 所以今年青年 也必须要看到 民进党是在背离 所有的劳工群众 甚至青年学生 来 我们第七位 是我们陶瓶市产生总工会 也是我们全国安联的成员 毛振飞 毛振飞是第二次绝食 第一次绝食是为了全国共产工人连线 是为了共产工人被马政府控告 无能的马政府逼得工人以绝食相拼 绝食来拼老本 而现在 英明的民进党政府 也是一样把共产党逼上几天头 以绝食的方式来拼我们的休息 来 最后一位 我们第八位 是宏达电的员工 黄春安 现在是桃园市电子产业工会的干部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宏达电 这些所谓号称 非常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资方 但他是这样对着他的员工的 是正硬的解雇 解雇完之后再去找 派现功 7月19号 公司表示黄信保全没有超时 猝死是先天疾病 2014年 一名任职媒体公关业的女性劳工 下班后 长年被主管以通讯软体要求加班工作 最后重工过劳去世 2015年4月 苗栗邮差因投地人力不足 身体不适 却硬撑出勤 在执行中猝死 2016年2月 客运驾驶长期过劳 于出勤待命时猝死 死前半年平均 加班高达186小时 最高更加到222小时 近五年来 台湾平均 每五天就有劳工过劳发病 每十一天就有劳工过劳死 在每个统计思路的背后 都是悲痛的家庭 以难以挽回的生命 然而 面对台湾劳工工死过场 工人因低薪被迫超时加班的问题 国民党与民进党政府的方案 竟然都是要将国定假日7天砍掉 并让周休日变成是一粒一丘 让雇主用钱就可以买假 完全无助解决台湾劳工过劳的困境 为了砍七天假 政府先是骗说工人休假比公务员还多 接着说砍假是劳资共识 最后还说工人休假不合转型正义 而公商界的大老板们也乐得在媒体上放话 说工人休假会让企业倒闭 工人休假要扣奖金 工人休假没出息 除了加班才有意身心健康 现在甚至指责 不接受打折方案的劳工脱离事实 但我们知道台湾的事实是世界第三高的公司 以及砍假后世界第二嫂的特休和国定假日 我们知道不真正缩减工时 就是让更多工人过劳 从1984年劳基法实施到现在的2016年 台湾的GDP成长了7.5倍以上 台湾资方影所顺也从25%降到17% 远东徐家多了一条高速公路 台速王家盖出一个六亲王国 成容张家有了海运空运的寡战版图 可是台湾工人只从一天立降 变成一立一休而已 为了多一天休息日 还得被砍七天国定假日 我们想问 从1984到2016年 当台湾劳工每天为老板加班卖命 创造出资方金等的利润后 工人到底赚回了什么 不就是无薪假和责任制 世界第三高的工时和过劳死 我们勉强赚回 维持一家生计的薪资 却失去家人相处的时间 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 但现在就是我们改变的机会 现在正是台湾劳工能否摆脱过劳的关键 错过这次修法 我们又得再等16年 而我们不愿想象 到底有多少家庭 有多少劳工 会在这16年中受害 从7月19号开始 我们要在立瓦院前 展开无限期的节食抗议 我们在台湾劳工说 我们必须到别世界前向上的公司 我们应该让过到在台湾劳工 我们应该要共同家人相处的时间 更多属于自己 而不是被老板拥有的时间 每周两天的立假 全年休假123天 是台湾全体受负者 都该享有的权利 请恍惚在爱疫情 改变这座过劳道理 而我们也要对民意拿政府说 感欺骗就是伤害台湾劳工 一立一休只会制造更多过劳 我们要用双眼镇镇 就请台湾劳工是财团努力 还是国家的主人 如果民进党仍坚持一立一休 感欺骗下 那我们民进党与国民党无益 都在宣誓与台湾共同的规疑 我们一起抗争到底 抗争到底 抗争到底 帮我欺骗下 抗争到底 抗争到底